登登登 好,今天是一本書,又收到台,明天再玩 拜拜,劇咪 最後講到什麼 日本是全球專利最多的國家 連美國都不是對手 只不過是日本在諾貝爾獎和學術界引用方面 律順一籌 以為它的創新多數都是屬於價值的改善 而非革命性的特報 是否最後講到這裡 好吧,現在繼續 如果正如長谷川這樣說 日本人比較擅長 令現有的製造技術更加完美 而不是發明暫身的概念 日本最豐功的日子已經可能成為了過去 而且這一點都符合一些人的主張 認為僵硬的社會架構和強烈的工作倫理 比較適合於工業發展的急速直追階段 而不利於後工業的時期 我參觀過一間在東京郊外的工廠 身穿整齊連身工作服的工作人員 技巧純熟地令到自己的動作達到最少 以最高的效率組裝彩色影印機等複雜的裝置 他們的動作有點像空手道訓練一樣 技術高超到完全沒有時間和空間浪費 而且能夠在越來越狹窄的空間裡迫一起工作 由於他們這方面的技術非常完美 工廠整個樓層的區域才獲得解放 不夠令人納悶這樣做有什麼用處 這些執著適合生產年代 當日本透過改善現有技術 拼命地廣告全世界前幾大製造業的時候 到了後工業時代或者就沒有那麼有用 因為這些時候的目標是發明做事的全新方法 你不需要不同的心態以避開後來追上的人 你需要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社會組織 經濟學家顧潮明這樣說 他認為日本缺乏獨立思考的人 而不是一些在反初教授的東西 有些人說日本部分的問題是在旋橋楊一所指的加拉柏哥症候群 這是以達爾文觀察動物如何適應特定環境而命名 在日本的意思則是開發技術適用範圍過度狹窄 只能夠迎合雞蛋去挑骨頭的本國市場 手提電話就是其中之一 日本的電話給iPhone做了十年就已經可以上網 下譜這個牌子率先令到相機裝在電話裡面 但是生產者既沒有能夠將他們的創新行銷推到外外 也都沒有重新徹底地思考過他們的設計 結果日本最終被蘋果和三星的智能電話攻佔 同樣地Sori比亞馬遜的Candy 早幾年發明的電子閱讀器 但是就沒有這一項發明的將它商業化 以致不能夠在歐美流行 網絡公司Softbank的創辦人孫正義 最常被引作為一個後工業時代創造家的代表人物 他說雞毛蒜皮是日本的過去而非將來 孫正義主張日本應該完全放棄勞力密集的製造業 專注於資本密集的高科技產業上面 例如資訊科技、替代能源以及製約等 日本專注於軟硬體設計 同時開發新的業務和行銷模型 以追上蘋果 至於製造可以在其他地方完成 明天再說一些 明天下午再玩過 明天下午晚上玩DVD 好